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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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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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先跟大家繼續介紹 東立學上一個重要的概念 從你們上學時學到東立學你想一下 回想一下一個化學反應它在發生 可能它會有好幾種不同的反應途徑 對不對 那不同的反應途徑 可能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相互競爭的 比如說它A可以走到B的這個途徑 它也可以從A走到C的這個途徑 那這兩個途徑他們可能具有不同的反應速率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反應它在從頭到尾 它的B跟C的產率都是一樣的嗎 產率有什麼來決定 好 我們上學期在跟大家稍微 先入門介紹的時候 產率有什麼來決定 你回想一下我們用那個那個 水 然後滴兩個洞 對不對 記不記得 水 水在這個水桶裡面 對不對 有嗎 有印象嗎 然後你灌水下來 它可以從這兩個是隔開的 它可以從這個小洞流下來 可以從一個大洞流下來 那最後留的那個比例跟什麼有關 洞的大小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把這個 類比到A可以到B A也可以到C 然後它如果這邊走的是K1 這邊走的是K2 那我們可以說B跟C它的產率 可能是K1跟K2的比值 好 那但是我現在要提出一個 更細微一點的概念 就是它這個比例 有可能不是從頭到尾都一樣的 為什麼呢 如果是B跟C 如果是K1跟K2的比值 那你想一下這個反應 這樣的比例是有什麼在操控 什麼因素在操控 反應數率在操控 所以它是一個動力學的概念 但是當一個反應 它反應到已經接近 趨近平衡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有動力學在操控 可能就不見得了 那會是由什麼來操控 平衡常數 那這個時候它是由熱力學的因素來操控的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個概念 就是一個化學反應 它有可能是kinetic control 也有可能是thermodynamic control 它是由動力學在背後操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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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現象 自然界所有的現象在發生 它的背後都一定有某一些原理原則在操控的 雖然我們看不見 但是這些原理原則是存在的 我們先把基本上的一個反應 它怎麼走的設置先寫下來 A可以到B 而且它是一個可命 所以它正反應過命是K1 另反應回來是K-1 好 但是A也可以變到C 它的反應速率過去是K2 回來是K-2 那根據這樣子的反應機構 我們可以把A它的反應速率描述出來 應該還記得吧 怎麼寫 如果我們要描述A的 A的怎麼寫 它其實會是由K1這邊死去 也可以藉由K2死去 但是它也可以從B回來得到 C回過來得到 好 這個是A組合 如果要用A 它隨著時間的變化去描述反應速度的大小 可以這樣 當然你也可以用B來描述 或者是用C來描述 隨著時間的變化也可以 ABC描述都可以 那這個是基本上可以寫出來的 看到這樣子 今天這樣子的反應機構 你這樣就可以去描述出來 那我們現在來考慮幾種情境 在一開始反應剛開始發生的時候 你想一下這個時候B跟C他們的濃度 可能還沒有反應得很完全 才剛剛開始反應 所以B跟C的濃度一定是很小 勢必是很小 也就是說A的濃度應該要遠大於B的濃度 也遠大於C的濃度 所以我們考慮一下 scenario1 scenario情境 好 因為在起始 反應起始的階段 A的濃度遠大於B跟C的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A A的濃度遠大於B的濃度 也遠大於C的濃度 那麼這兩個項 你可以把它忽略 可以把它消掉 那麼A它的反應速率就會近似 近似於生產前面第一個Term 2K1加K2 然後往A過 這邊沒有問題齁 到這邊 OK吧 好 那也就是說 你再仔細觀想一下 這個是近似於什麼 你有一起反應 對不對 記得齁 K1加K2 其實你可以把它看成 就是一個常數嘛 所以這是一個一級反應 一級反應 你可以很輕易的 應該可以把它的濃度 隨著時間變化的關係 就寫出來 A的濃度等於A0它的70濃度 然後一個 Fanation K1加K2 好 這個應該要是熟悉的喔 如果有點印象有點模糊 趕快回去看我們那時候 帶大家揮導 一級反應怎麼導出來的 好 所以A0現在得到了 那再來 B呢 你再來看一下 好 好 評估一下B的 B隨著時間的變化 那一樣 A的濃度要遠大於B的 所以這項可以忽略 好 那也就是說 B的濃度它是K1A C的濃度 然後C的速率啦 C的速率呢 B的速率是K1A C的速率呢 一樣這項可以忽略 所以它變成C2A 好 好 那所以這樣子 A的 B的 還有C的 速率的表示方法 都可以把它寫出來 好 K1A 它A這邊已經得到了 好 好 所以就可以帶進去 B的濃度 C的濃度 你也可以去解析一下 因為A那邊它隨著時間 它濃度的變化是 就是以這個Exponential Term去Decay去衰減 那所以如果全部是1的話 AE它隨著這個Exponential的負K1 K2 T再衰減 那增加的呢 是不是就是1減掉這個Exponential Term 那是增加的 那這個增加包括了B的增加 包括了C的增加 所以它全部的那個flashing 全部是K1加K2 就是K1加K2 那B的話就是K1加K2分之K1 C的話呢是K1加K2分之K2 看得懂嗎 就這一個Term是總共 因為A的衰減 A的衰減而增加的量 就是全部是1嘛 全部是1 那所以A的衰減是以這個來衰減 那1減掉這個Exponential Term的衰減 那就表示是由A所導致的增加出來的產物 那這產物裡面包含了B的B跟C 所以你去看B跟C的其實它就是它的分率 B它所佔的這個裡面呢就是K1加K2分之K1 C它所佔的就是K1加K2分之K2 那也就是說其實很簡單就是B跟C它在反應初期的時候 它的比例是K1比K2 K1比K2 也就是說在反應剛開始發生的時候 B跟C它們的產率是由它的反應速率來決定的 是由K1跟K2的比例來決定的 好 那我們舉第二個例子齁 情境2 如果現在反應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了 反應進行一段時間之後 B跟C它們可能已經累積了足夠的相當的量 所以A可能不再是遠大於B跟C 那這種情況下要怎麼去處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考慮它已經反應了滿長一段時間 已經快要達到B 快要達到B Nearly reaching equilibrium 就是快要達到B 從B公路後 來找的話 我們要畢業的音樂 連電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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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線 架的T acord joining 那現在B可以怎麼寫? B的載音速率可以怎麼寫? B啊?還是一樣啊?還是一樣? 但是跟剛剛比起來差在哪裡? 差在哪裡? B它已經快要接近平衡了 在反應末期的嘛 我們可以假設它接近末期 所以A它其實基本上 它們的濃度已經差不多快要達到平衡 快要達到平衡 那B它的濃度還會不會有變化? 對 它接近平衡或者是已經達到平衡的時候 就已經不變了嘛 那所以我們可以說它的濃度變化已經趨近於 好 那一樣喔 C也是 在反應末期的時候 濃度已經快要沒有變化 它已經快要達到動態平衡 所以它產生的跟它變回去 回到原來反應物的那個速率是接近一樣的 對它這邊近似的 好 那從這邊我們可以得到成功 看一下 從這邊 從這邊 可以得到這個PY 有沒有 因為這邊如果是0的話 就把它移向 然後B 用A放在一起 然後用A放在一起 然後用同項 它會等於PY數以PY 那這是什麼? 平衡常數 好 這是平衡常數 B除以A它變成PY數以PY 那所以它是大寫的PY數 我們通常平衡常數 用大寫的K來表示 小寫的K代表的是數據常數 好 那這邊一樣喔 C除以A 變成K2 除以K22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這一幅 這個是這一幅 的U長數 好 那這時候你再來比一下B 跟C 在反應末期 已經達到平衡的時候 然後他們的比例關係 會變成怎樣? 變成大寫的PY 除以大寫的PY數 你看出來嗎? 好 因為你這兩個相處 直接消掉了 它就變成大PY數以大PY數 所以大PY是什麼概念? 大PY是一個什麼概念? 是平衡 平衡涉及到的是動力學嗎? 不是 是熱力學 是熱力學 也就是說這個反應它在反應末期 如果是已經達到平衡 或是會平衡經濟力的時候 B跟C的比例 是由平衡常數來決定的 而不是由數率常數 那在這種情況下 是由平衡常數來決定的時候 這種實況叫做 它是由平衡常數 那像剛剛一開始這種情境一 你看一下 它是由速率常數來決定的時候 這種叫做 它是由共力學在控制的 動力學上的意思的 然後接在那裡 那我們來舉個例子 我們可以用例子來調理 如果現在K1 我們也低 -1等於0.01 它會點分 然後再來K2 如果是0.1 K2 如果是0.0 K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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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畫成這種 慰能圖去寫裏面 去想看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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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這是反應未能阻 能量 動阻是能量 你可以這樣子去看 AE它可能是它的起始點在這邊 它現在有兩條路可以走 一條路是走 它最後會讓它反應變成B2 另外一條路是它最後可以反應變成C的 那它一開始要爬一個小坡 因為它會有它的活化 我們需要活化 那這邊A到B 它是K1 A到C是有X的控制 那C當然它也有機會可以回落 所以它也可以B也可以回到A 但是可能要爬一個更大的坡 它的活化呢 有可能是更大 我們來想一下 第一種情況 如果是幾分鐘之後 比如說有2分鐘後 那就是反應剛開始發生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A字都爬了 A可能已經趨近於0 但是B跟C它們的比例 也要怎麼去算 怎麼算出來 那你就可以去判斷說A 它已經快滿了 然後 B 跟 C 它們的比例大概是 大概是 共濟學 如果有學好 就會去 這種能力 會去差不多算算 在反應多少時間之後 B 跟 C 它的濃度的比例算了多少 怎麼決定的? 你先去判斷一下嘛 兩分鐘之內的話 它應該是屬於第一種時間來第二種 應該還沒有到樓標反應 才剛開始發生 所以 B 跟 C 的比例應該是 有什麼來操控? 應該是 數率常數 應該是數率常數 應該是 K 1 或 K 2 才決定 我先來看一下 第一點 換貨 有喔 一開始 它 反應得很快 它反應得很快 如果說它一開始反應就全部已經都反應掉了 好 然後 B 跟 C 它的濃度 那 K 1 和 K 2 它是 B 比上 0.0.2 B 比上 0.2 B 比上 0.2 B 比上 0.2 所以 你從這邊的話可以大概去推算出來 B 的能夠有多少 C 的話 那如果反應到不要接近尾聲的時候 是 如果說 B 跟 C 已經產生了 好 算了 就是我如果假設說 它在已經反應 已經 B 跟 C 已經產生了啦 但是還不是到最後要反應 達到平衡的那個階段 但是 A 已經消耗掉了 A 已經如果說都變成產物了的話 我們假設 A 已經反應掉 這個是主意假設 但是這個是我們算出來的 這個是算出來的 這個是算出來的 怎麼算的 是我們假設它在這個情況下 它是屬於動力控制 動力控制就是 K 1 除以 K 2 K 1 除以 K 2 K 1 除以 K 2 所以是 B 比 0.1 那你就可以去看 B 的話它應該是什麼 K 1 加 K 2 跟 K 1 那你就可以去算出來 那你就可以去算出來 它是大概 可以去解除 K 1 跟 K 2 所以是直接 K 1 跟 K 2 帶進去 C也是 K 1 特別已經有了 K 1 是 1 K 2 是 0.0 所以它變成是 1.1 加上 0.1 K 1 跟 K 1 跟 K 1 跟 K 1 然後這個咧 1加 0.1 就是 0.1 0.1 所以這一個就接近於 0.1 所以這一個就接近於 0.1 所以這一個就接近於 0.1 所以接近於 0.1 這樣算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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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接近 反應接近完成的時候呢 B跟 C 它們的比例應該會是大概多 然後說了變成用大 K 來決定 變成大 K 1 所以大 K 2 所以大 K 2 然後說了變成用大 K 來決定 那大 K 是什麼 大 K 1 它是 K 1 K 1 除以 K 負 1 所以你就帶進去 K 1 除以 K 2 除以 K 2 除以 K 1 所以 K 1 除以 K 負 1 所以是 1 除以 0 然後 K 2 0.1 所以 0.0 所以 這樣就算不錯 好 所以 我們再把它簡化一下 變成 D by K 2 所以反應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他們 A 到 P 的數率 跟 A 到 C 的數率 反應數率常數不一樣 所以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的比值接近 10 比 1 但是反應到接近完成的時候 他們的比例是由平衡常數來決定的 我們去算算 他們變成是 1 比 2 反而 C 變多了 所以這個概念要有 蠻重要的概念 蠻重要的概念 好 那這邊算了跟大家交代了 那還有一件事情 那我把它 應該是 2 反而 應該是 2 反而 應該是那邊少的 我算一下 好 接下來要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單分子的解鈴 Uni-molecular decomposition 單分子的解鈴 這樣子的反應 好 單分子為什麼會解鈴 譬如說 臭癢 他為什麼會 他會 我們知道他會變成 O2加O 但是他 怎麼變的 怎麼 要把它 拆開變成 O2加O 需不需要能量 需不需要能量 那他從哪裡來的能量 蛤 加給他嗎 加給他嗎 沒有啊 在一個container裡面 我們要怎麼去加給特定的 某一個臭癢 某一個分子 怎麼來的 其實這個問題 那時候困擾了很多的科學家 就是 單分子 他們要解鈴 我們要分離 但是他從哪裡得到的能量 不夠的能量 去導致這個反應的發生 照光 照光 可能是一種無盡 對不對 照光 然後矩盾他的見譜 那還有一種情況呢 他 如果他周遭有一些其他的物質 有一些其他分子 他跟他經過碰撞 也可以得到足夠的能量 導致他發生他的膽子 所以那時候其實這個議題在當時引起了很多的討論 很多的科學家們他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講過頭 直到有一位叫做Lindman的科學家 他提出了一個反應機制 來解決了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為什麼重要 因為他這個問題解決了之後 開始讓人們對一個化學反應 他不是我們看到的這麼簡單 他其實是有很細微的 精微的這種反應機制 來決定的 那所以讓我們在化學動力學的眼鏡上面 從宏觀開始附入到微觀的反應動態學 的理程碑 個學點解決了 到拍下的眼鏡 就是恋果記者 就是一目一目以為 他叫做łby赤? 這個叫做Blinman的相約 好它的重點喔 就是A他是怎麼說 A要變成產物吗 A要變成產物 那它一定會有一個 == 這樣 是úsica 但是他們發現 這個K值 它不是一個線性關係 你想喔 我們之前跟大家介紹的 零級、一級、二級 它的K都有一種線性關係 特定線性關係 但是他們發現從現得出來的K 它不是線性高 它可能只有在某一個區段是線性關係 但為什麼呢? 還有A 它是怎麼得到突破的能量 要它繼續反應前進變到長度的 這個到當時已經困惑了很多領域 那你知道A 提出了一個反應機制以後 那我們先把機制寫出來 然後其他的推導影片再繼續跟大家講 它的假設是什麼? 它假設A 它是藉由其分其他的分子發生了碰撞 讓它被激發 它被激發了 所以它得到一些多餘的能量 好 然後呢 這個被激發的A 再繼續反應 變成它的平衡檔 好 就是這樣 它的機制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它可以能完美的檢視了實驗上面 觀察到的K-top片 隨著實驗變差變化的趨勢 那也可以對這個反應 單分組合這種就是 composition的反應 有了更深入的一個了解 好 那至於它怎麼解的 其實應該有 到目前我們幫大家介紹的這一些 不算是能夠讓大家覺得 那我們明天再來大家 現在有